最不一样的历史尽在明朝那些事 魏忠贤混的可算是登峰造极了 然而混混魏忠贤也是有家庭的 至少曾经有过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 家里就给他娶了个老婆 后来还生了个女儿 一家人过得还不错 但是为了快乐的混混生活 魏忠贤坚定的抛弃了家庭 四处寻花问柳 城中的大小妓院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家里仅有的一点钱财 也被他用光用尽 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 终于幡然悔悟 经过仔细的反省 他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 还有个女儿 于是他义无反顾的卖掉了自己的女儿 以极其坚定的决心和勇气 还清赌债 能干出这种事情的人 也就不是人了 魏忠贤的老婆受不了了 离家出走改嫁了 应该说 这个决定很正确 因为按照当时的情形来看 下一个被卖的 很可能是他 原本只有家 现在连家都没了 卖无可卖的魏忠贤 再次陷入了困境 债主逼上门 魏忠贤再次幡然悔悟 经过反省 他发现 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 事实上还多了件东西 只要丢掉这件东西 就能找一份好工作 太监 这并非魏忠贤的个人想法 事实上在当地 这是许多人的共识 魏忠贤所在的直立省和监府 一向盛产太监 由于此地距离京城很近 而且比较穷 从来都是宫中太监的主要产地 并且形成了固定产业 也算是当地创收的一种主要方式 混混都混不下去了 人生失败到这个程度 必须豁出去了 经过短期的激烈思想斗争 魏忠贤树立了当太监的远大理想 然而当他决心在太监的大道上 奋勇前进的时候 才惊奇地发现 原来要当一名太监 是很难的 一直以来 在人们的心目中 做太监是迫于无奈 是没办法的办法 现在我要严肃地告诉你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太监是一份工作 极其热门的工作 而想成为一名太监 是很难的 事实上 太监这个职业之所以出现 只是因为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因 宫里只有女人 由于老婆太多忙不过来 为保证皇帝陛下不戴绿帽子 这是很有可能的 宫里边不能进男人 可问题是宫里太大 上千人吃喝拉撒 重活累活总得有人干 女的又干不了 男的又不能进 只好不男不女了 换句话说 太监其实就是进城干活的劳工 唯一不同的是 他们的工作地点是皇宫 既然是劳工就有用工指标 毕竟太监也有个新陈代谢 老太监死了 新太监才能进 也就是说 每年录取太监比例是相当的低 有多低呢 我统计了一下 大致是10%到15% 而且哪年招还说不准 今年要是不缺人就不招 对于有志于踏入这一热门行业 成为合格太监的众多有志青年而言 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事实 因为这意味着 在100个符合条件 也就是割了的这些人中 只有10到15个人 能够成为光荣的太监 事实上 自明代中期 每年都有上千名符合条件 就是淹过了的 却没法入工的太监 候选在京城等着 要知道 万一切了 又当不了太监 那可就惨了 虽说太监很吃香 但归根结底 吃香的只是太监的工资收入 不是太监本人 对于这类割了的人 人民群众是相当鄙视的 所以众多未能成功入选的太监候选人 既不能入工 也不能回家 只能在京城里边混 后来混的人是越来越多 严重影响京城的社会治安和稳定 为此 明朝政府曾颁布法令 未经允许不得擅自阉割 我一直相信 世事皆有可能 太监之所以如此热门 除了能找工作混饭吃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权利 公正的讲 明代是一个公正的朝代 任何一个平凡的人 哪怕是八辈子农民 全家只有一条裤子 只要出个能读书的 就能当官 就能进入朝廷 最终掌控无数人的命运 唯一的问题在于 这条道路虽公正却不平坦 因为平凡的人是很多的 且大都不安分 要想金榜提名考中进士 走着上去 那是不行的 一般都得踩着上去 踩着那些被你淘汰的人 明朝的进士 三年考一回 每回录取的名额 平均一百多人 也就是说 平均每年能进入朝廷 看见皇帝大人尊荣的 只有三四十人 而决定所有人命运的 只是那张白纸 和几道考试的题目 同一张纸 同一道题目 同一个地方 不同的人 不同的脑袋 不同的手 能否出人头地 只能靠你自己 靠你那非凡的智力 领悟力 以及你那必定能够超越常人 必定与众不同的信念 所以我一直认为 科举制度 是一种杰出的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 它杜绝了自东汉以来 腐败不堪的门阀制度 最大的保证了人才的选拔 虽然它并不完美 却亦无法取代 当然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因为当你考上了进士 脱离了科举体系 就会发现 自己进入了另一个全新的体系 文官体系 在那个体系里边 你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员 还要熬资历 干工作 斗智斗勇 经过几十年的魔力之后 你才能成为精英中的精英 并具备足够的智商和经验 领导这个伟大的国度 继续前进 这就是于谦 李贤 徐杰 张居正 申石行等人的成功之道 也是必经之道 虽然他们都具有优异的天赋 坚韧的性格 坎坷的经历 但要想名流千古 这是无法逃避的代价 在那条通往最高宝座的道路上 只有最优秀 最聪明 最有天分的人 才能够到达终点 但是许多人不知道 有些不那么聪明 不那么优秀 不那么有天分的人 也能够走到终点 因为在通往终点的方向 有一条捷径 这条捷径 就是太监之路 太监 不需要保读诗书 不需要层层培训 不需要处理政务 不需要苦苦的挣扎 他们能够跨过 所有文官体系的痛苦经历 直接获取成功 只需要讨好一个人 皇帝 皇帝就是老板 就是CEO 就是一言九鼎 总而言之 是说了就算的人物 而太监 就在皇帝的身边 所以只要哄好了皇帝 太监就能得到权力 以及他想得到的一切 这就是有名一代 无数的人 志愿成为太监的 全部真实的原因 但是现在 摆在无业游民 魏忠贤面前的 不仅仅是个录取名额比例 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难点 阉割问题 魏忠贤当政以后 对自己以前的历史 是万般的遮掩 特别是他怎么当上太监的 怎么进攻的这一段 那是绝口不提 搞得是云里雾里 捉摸不透 但这种行为 就好比是 骂自己的儿子 王八蛋一样 最终只能自取其辱 他当年的死党 后来的死敌 刘若渝太监 告诉我们 魏公公 不愿意提及发家事 是因为违背了太监 成长的正常程序 他是自攻的 就是他自己给自己阉割的 我一直相信 东方不败 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 最杰出 也最有可能的自攻者 这绝不仅仅因为他的自攻 绝无混饭吃找工作的目的 而是为了中华武学的发展 真正的原因在于 当我考证了太监 阉割的全过程以后 才不尽有种感叹 自攻不仅需要勇气 没准还真得要点功夫 阉割的技术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阉割是个技术工作 想一想就明白了 从人身上搁点东西下来 还是重要部位 稍有不慎 命就没了 很多年以来 干这行的都是家族产业 代代相传 以个人为业 其中水平最高的 还能承包官方业务 获得官方认证 一般这种档次的 不但技术高 能达到刨钉解人的地步 快速切除 还有配套医治伤口 消毒处理 很有服务意识 所以说 东方不败 能在完全外行的情况下 完成这一复杂的手术 且毫无后遗症 至少我没看出来 没有几十年的内功修养 估计是白扯 魏忠贤呢 不是武林高手 不算电影电视里 要他自我解决 实在是勉为其难 于是 只好寻到上述专业机构 找人帮忙 可是到了地方一问 才知道 人家服务是好 收费也很高 割一个 得四五两银子 我估算了一下 和人民币 大概就是三四千块钱 这可就为难魏公公了 身上要有这么多钱 早拿去赌博翻本 哪犯得着干这个呀 割还是不割 这不是一个问题 问题是没钱 但现实摆在眼前 不找工作是不行了 于是魏公公 心一横 自己动手 虔诚无忧 果不其然 业余的赶不上专业的 手术的后遗症 十分严重 出血不止 幸亏好心人路过 帮他指了血 成功自攻以后 魏忠贤决定去报名 可刚到报名处 问清楚录取条件 当时就晕了 事情是这样的 公里招太监 是有年龄要求的 因为小孩进宫 好管也好教 可是魏忠贤同志 自己搬着指头一算 今年方龄已近二十 这可就要了命了 年龄那是个硬指标 跟你一起入宫的 都是几岁的孩子 哪个太监 愿意带着你这么个 五大三粗的小伙子 纯粹是浪费粮食 魏忠贤急了 可是急也没用 招聘规定是公开的 你不去问 还能怪谁啊 可是事到如今 搁也搁了 又没法找回去 再想当混混 没指望了 要知道 混混虽然很混 也瞧不起人妖 宫进不去 家回不去 魏公公就此开始了 他的流浪生涯 具体情况 他本人不说 所以我也没法同情他一下 但据说是过得很惨 到后来只能以讨饭为生 偶尔也打打杂工 万历十六年 1588年 穷困至极的魏忠贤 来到了一户人家的府上 在这里 他找到了一份用人的工作 他的命运在这里改变 一般说来 寻常人家找用人 是不会找燕人的 魏忠贤之所以成功应聘 是因为这户人家的主人 也是个燕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孙仙 是宫中的太监 准确的说是太监首领 他的职务是司礼监丙比太监 这个职务是帮助皇帝 批改奏章的 前面咱们说过多少回了 就不多说了 魏忠贤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 他起早贪黑 日干夜干 终于有一天 孙仙找他谈话 说看在他比较老实的份上 愿意宝举他进宫 万历十七年 1589年 在经历了无数波折之后 魏忠贤终于圆了他的梦 进宫当了一名太监 不好意思 纠正一下 是活者 实际上包括魏忠贤在内的所有新燕人 在刚入宫的时候只是宦官 并不是太监 某些人甚至一辈子也不是太监 因为太监是很难当上的 宫里能被称为太监的 都是宦官的最高领导 太监以下是少监 少监以下是监成 监成以下还有长随当差 当差以下就是活者了 那么魏活者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大致上包括以下几项 扫地 打水 洗马桶 开大门等等 很明显 这不是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而且进宫这年魏忠贤已经21岁了 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魏忠贤很不受人待见 一晃 十几年过去了 魏忠贤没有任何成就 也没有任何名头 因为他的年龄比同期入宫的太监大 经常被人呼来喝去 人送外号 喂傻子 但是这一切全都是假象 许多人评价魏忠贤时 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说大明江山太祖皇帝 怎么就被这么个文盲傻子给废掉了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才是傻子 能在明朝当官 且进入权力核心的这拨人 基本都是高智商的 加上官场沉浮混了那么多年 生人一来打亮几眼 就能把这个人摸得差不多 在他们面前耍花招 那就是自取其辱 而在他们的眼中 魏忠贤是一个标准的老实人 年纪大 傻巴拉几的 每天都呵呵笑 长相忠厚老实 人家让他干啥就干啥 欺负他 占他便宜 他都毫不在意 所以从明代直到今天 很多人认定 这个人就是个傻子 能混成后来那样 全凭运气 这充分说明 魏公公实在是威力无穷 在忽悠了明代的无数老狐狸以后 还继续忽悠着现代群众 在我看来 魏忠贤固然是个文盲 却是一个有天赋的文盲 他的这种天赋 叫做伪装 一般的人在骗人的时候 都知道自己在骗人 而据史料分析 魏公公骗人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在骗人 他骗人的态度 是极其真诚的 在宫里的十几年里 他就用这种天赋 骗过了无数老滑头 并暗中结交了很多朋友 其中一个叫魏昭 这位魏昭也是宫里的太监 对魏忠贤十分欣赏 还帮他找了份工作 这份工作的名字 叫做点扇 所谓点扇 就是后宫管火石的 听起来似乎不怎么样 除了混吃混喝 没什么油水 管火石固然没什么 可关键在于 管谁的火石 而魏公公的服务对象 就是后宫的王财人 这位王财人的名头 虽然不响 但他的儿子名气很大 朱游孝 正是在那里 魏忠贤第一次遇见了 决定他未来命运的 两位关键人物 朱长骆父子 虽然见到了大人物 但魏忠贤的命运 仍无丝毫改变 因为王财人身边 有很多太监 他不过是极其普通的一个 平时连跟主子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而且此时 朱长骆还只是太子 而且地位十分不稳 随时可能被拿下 所以他老婆王财人 混得也不好 还经常被另一位老婆 李选氏欺负 这么一来 魏忠贤自然也混得很差 到了万历四十七年 一六一九年 在魏忠贤进宫 二十周年纪念之际 他混到了人生的最低点 由于王财人去世 他失业了 失业后的魏忠贤 无计可施 只能回到宫里 当了一个仓库保管员 但是被命运选中的人 注定是不会漏网的 在经过无数极为复杂的人事更替 误打误撞以后 魏忠贤竟然摇身一变 又成了李选氏的太监 正是在这个女人的手下 魏忠贤第一次露出了她的 猙獰面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